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奥勒冈沙士比亚戏剧节 编导赖神川说 他自己也没预料到 老外完全可以感受到 不管是暗恋的一种沧桑 或者桃花源的一种向往 或者喜剧的 就是他也会笑 也会一样会笑一样会哭 我自己还是蛮惊讶的 我觉得这个戏 我们台湾的一个创意 可以到世界上 然后有发挥那样子的影响力 我还是蛮感动的 睽違九年暗恋桃花源 又重灯台湾舞台 不过这一会儿 改由剧场终身带上阵 首演版演员李立群笑说 自己也很忙 还没看过 不过对这部作品很有信心 暗恋桃花源这个戏的骨头 这个骨头在 这个结构在 什么样的人来玩 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效果 结合古典文学 与新时代表演艺术 暗恋桃花源 今年将回到原创之地 台湾公演 重现经典魅力 记者胡志欣 王兴诺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